今天给大家看看这款车 它叫丰田的Visa 那这台车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呢 大家都知道 一汽丰田有一个车叫零放 那英文名字呢 就是Hair 而这款车的英文名字啊 就是Visa 那Visa呢 它是一个面向北美市场的车型 而那款Hair 是面向一个日规市场的车型 很多人都说这台车 是一个丰田版的雷萨斯RX C住那个地方就是像一点 但其实这台车跟RX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第一代和第二代的Hair 是跟雷萨斯RX有关系的 因为97年的时候 日本经济泡沫 那日本人呢 有很多人就不想买滑车了 想买一个经济使用的车 所以就把北美市场的雷萨斯RX 直接换了一个丰田标 变成了Hair在日本卖 但是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Hair的时候呢 它是跟丰田的Rawful是一个平台的 比如说这台车它来自TNJK平台 所以跟丰田的Rawful关系特别大 要说一气丰田的零放 跟海外版的Hair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VSA有一个自己的设计 比如说这个车头 你看着像不像Super 尤其这个大灯 真的超级的战斗 然后侧面 哇塞 它的前面 这里是突出来的 有一个尖哦 哎呦摸摸这个尖 哇这个造型非常像跑车 并不像一款SUV 你看这个侧面 车头呢很俯冲 车屁股这里又很翘 那这台车呢 跟威兰达都定位的中型豪华SUV 车身长度呢 是4米78 轴距是2米69 配了一个19英寸的轮圈 大溜背的造型 贯穿式尾灯 而且这个屁股是凹凸有致 底下有俩正儿八经的真排气啊 毕竟是一个竞争贯道或者图冠L的车 所以这个后备箱还是非常的大的 那这里呢 有个GoBL的低音炮 这台车是有9个GoBL的喇叭 所以这台车的音质 我刚才听了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动力方面这台VSA跟威兰达一样 配的是一个2.0加CVT 有两驱有四驱 混动版车型呢 还是一个2.5混动系统 也带有两驱和四驱的车型 你再看这款要动红的VSA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洒 这车里面还是非常好看的 首先你看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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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软皮包裹 确实是豪华了不少 而且大部分的按键呢 都是一种触摸的按键 而且按键的布局很紧凑 中间这道叫马鞍式中控台 像一个马鞍 但是你不要骑在这里 容易发生危险 然后上面是一个12.3英寸的中控屏幕 这边是一个12.3寸的液晶仪表 上面呢还有一个HUD抬头显示 总之这个车内的豪华氛围 确实比以往的汉兰达和V兰达要强了一些 前排用上了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但是坐着还是非常舒服的 因为这个乙型特别的大 包裹感有了 乙掉肉特别的厚 舒适感也有了 跟你身体接触的皮也很细腻 都是那些带缝线的打孔真皮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 看 这台车居然有了 可变透明度的玻璃 这个好玩 这种天窗就非常实用了 因为很多全景天窗的车型 车主会一直盖着这张帘 就怕自己的车里面太热 而有了这种玻璃 车内既保证了采光 又不会让你热的 受不了 后排在这个级别确实不算大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很高的凸起 好在坐垫足够长足够软 后排坐着还是挺舒服的 因为这台VSA是广汽丰田首款主打 豪华的中型SV 所以它的价格要比威兰达要贵一些 目前的预售驾驶 22到31万 那么问题来了 30万的落车价 你会接受一台豪华的丰田吗